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工作人员爆料热巴的两个小细节。 迪丽热巴这两年作品的反响都不错,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凤九小殿下圈粉无数。 颇受肯定,还被钦点和帝君在三生三世枕上书再续前缘。 是莫大的肯定了。 而刚完结的烈火如歌口碑爆棚。 播放量更是单平台超60亿,这成绩绝对在期待值以上。 被问及热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? 工作人员说热巴私底下是一个很活泼可爱的女孩。 会在片场狂吃火腿肠,也会分给工作人员。 你可以想象一下。 热巴刚拍完一场武打戏,和刘佳被体力耗尽。 在车上懒懒的和工作人员分享火腿肠或酸奶疙瘩。 是不是很有一种小女生偷吃零食的济世感? 果然是吃货了,不过也是体贴工作人员的小姐姐,很善良呢。 而爆料的另一个细节就很拉仇恨了,工作人员说迪丽热巴不是经常贴假睫毛。 还经常给自己剪掉一半。 这是有言韧性啊。 网友们羡慕死了,真是极度啊,有这么长的睫毛,原来你是这样的小姐姐。 睫毛要上天,剪一半太可怕了。 也有网友表示,从我知道热巴爱穿秋裤。 就知道胖迪很可爱了。 而且本来我们热巴就是素颜美女啦。 性格又好,身边人都喜欢她很正常。 你们喜欢热巴哪一点呢?